歡迎大家來到番茄客棧 我就是客棧裡面 那位風趣又幽默的老闆 我們的客棧 創新又服務良好 有創新的主動人 還有良好的服務幫你散後 所以要加收10%的服務費 這一間電影除了我之外 還有一位魅無表情的電影小二 朵朵 另一位是自信過人 話很多的理藝上 只有一個問題 是免費力量 等等 你先不要激動 我剛剛其實沒有在看 剛剛又直接走路 你會不會在聽你耳朵 我剛剛那個肉包的意思 你剛剛講是可愛的嗎 可愛的 真的不是肉包 是大大餅的 最後一位是不愛說話 眉毛又粗的粗眉毛 等一下有三千顆塊錢要進來 雖然這間客棧的生意非常好 但有誰能了解服務業的心酸 接下來我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服務業常見到的三種客人 第一 什麼都想要了解的客人 誒 你不給菜單 我該怎麼點啊 我們這邊只有番茄炒蛋 番茄炒飯 番茄炒麵跟番茄火鍋 吃到不需要任何的菜單 你們番茄炒蛋 除了番茄跟蛋 還加了什麼你知道嗎 我像廚師嗎 那你在這幹嘛 幫你點菜啊 我就不得菜色 我該怎麼點 你有什麼需要知道的嗎 如果有毒怎麼辦 害到怎麼辦 你們負責得了嗎 蛤 絕對沒有毒 那為什麼不能讓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們廚師在這裡 有問題可以問他 有 我想點菜 我就不能知道你們的番茄炒蛋 怎麼做的嗎 你們的番茄炒蛋炒什麼蛋啊 雞蛋 鴨蛋 烏龜蛋 還是網網蛋 不會說話 嘴巴壞啦 不能吃東西 不能喝東西 不能聞香氣 嘴巴做怎麼樣 喉嚨呢 下巴 牙齒 小腸 大腸 一個廚師不能吃不能喝 當什麼廚師啊 蕃茄炒蛋製作過程 首先 將番茄 十字切割 切割完畢之後 一點一滴的將皮肉分離 皮肉分離之後 將皮切成丁 神切快速刀把 再來下蛋 將皮下入蛋內 將肉炸成丁 滴入蛋內 攪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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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盤下鍋 大炒立方 煩蕃炒蛋 完成 那你要點什麼呢 走開 你的蕃茄炒蛋解析得非常的詳細 帶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有問題的話 再回來請教你 蛋 卻又多不消費 第二 追求完美服務的客人 老闆 那麼亮怎麼吃啊 好 唉唷 那麼快啊 小妹妹 三大利益點 我可是有按照規定付服務費的喔 好 先生 那按照規定 請您還有半個時間可以認猜 請您時間到馬上來猜 謝謝 欸小妹妹 我說你的臉 也太臭了 蛤 我還有一個朋友 還沒有到 到齊了之後 才開始算時間的 不是嗎 規定就是規定的 謝謝 你說什麼 老闆 老闆 我問你喔 是不是人到齊了 才可以算時間啊 吃第一口 就開始要算時間了 你說什麼 吃第一口 就開始要算時間了 小姑娘不算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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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啦 第一次飯 來來 來吃飯來吃飯 啊別打別打 欸 啊我的轉車呢 你的時間已經到了 啊 但 怎麼服務 他都不滿意 第三 付錢就是大爺的客人 唉 這些客官 請問你要點什麼啊 有些番茄炒飯 你看我們這邊都已經客滿了 你一個人要不要跟隔壁的這位兄弟並走啊 他連很好喔 我花錢就是大儀 我愛做的就做啦 好吧 但是我們不能攜帶外屬喔 你看有險 我花錢還可以教訓的 你就是上次沒附險的客人 但是 哇 大家想想看 都什麼年代了 吃個飯 有必要口吃二言 拳腳相向嗎 服務客人 是一種工作精神 並不是為了取悅他人啊 大元歡迎歡迎 所以當我微笑面對你 請你理善往來 因為 服務業的精神 是這個世界最美的風景 當你會想看 是個兒子 是個要派兆 那一天 十分說 我喜歡 是個兒子 最美的風景 是個兒子